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个当然政府是禁止的 但是也不能完全禁止 反正庄前这部分的土地性质很复杂 主要的是赏赐的 这些应该是国有的 但是也包括他说明天占的一些土地 这些土地 那么当然在明朝 原则上就是说你是不能卖的 你得国家所有 但是后来实际上偷偷卖一些 政府也不吃特别 恐怕也不能管那么严 到了清朝这些土地就变了 为什么呢 因为这些土地的占有者都是明朝的那些大官贵人 贵族 宦官 什么藩王 这些人到清朝基本上都给打倒了 死的死的跑的跑 就是好多人都不在了 不在以后这些土地怎么办 这些土地主要在北方 大量的都是有一些农民在种 反正就是相当于无土土地 现在都是归了一些 反正都是有人在种 但是所有权不清楚 在这种情况下政府提出一个原则 这当时这算是清朝的一个德政 就是耕明田 就是说我宣布这些土地谁种就归谁 政府不说回 那么你要说清朝政府当年如果要是小气点 他是可以宣布说这些土地当年都是明朝的庄田 而明朝庄田应该是政府发下去的 所以这算政府土地 我现在清朝来了 我应该也算我的 所以我应该被土地就算是国家的 然后你们谁种 你得给我按照地株的标准来交 这样的话你就得交着很多粮食 我就剥削你一下 他要是比较小 他只可以这么干的 但是当时是康熙皇帝 那时候就是说 反正就是讨论 还是说一个是那样管理起来也太麻烦 也得有一些操作成本 他就说还是作为一个德政 就说算了 谁种归谁 就说等于是你就可以包户口 你就可以算你的了 这叫更明田 原来他这个明就是所有权 原来这个所有权不清楚 那么在过去是归藩王使用 归那些贵族使用 归国家所有 现在的话就是主人换了 就是谁种 就是你的 这叫更明田 这就是明朝初面 可以看到这部分土地也四有化了 所以四有化是比较普遍的 那么最后是齐地 就前面三类土地都是明朝比较多 清朝就已经四有化了 但清朝又搞出一批新的国有土地 就是齐地 齐地主要就是八旗 分给八旗官兵的土地 那么这主要是在入关以后 在华北这个地方圈战的 因为当时华北也是战争以后空地很多 占不少土地 但后来 反正也发生过那种侵害那种汉族地主 农民利益的事情 反正他们占了不少土地 这八旗的这些官兵 八旗官兵占这些土地 他的性质就和明朝那个装填差不多 就说你只有使用权 没有所有权 你是不能卖的 这是国家发给你 就是一种福利发给你 但是到了清朝后期也是这样 他这时间一长就管不住了 还是有卖的 还是有此下转让什么什么 到了晚清 也就糊里糊涂的就算了 就和一般的明天没有分别了 这就是最后这部分起 反正总的来说 它的特点 你看它的道路都是一样的 总的趋势都是一个私有化 政府都是想一开始能控制的很紧 但是后来随着这个时间发展 那个官僚机构的一些什么效率 什么的 各种 反正就是慢慢的控制不了这么紧了 最后就搞断了 搞不搞了 最后不得不承认这个私有化 这样的一种一种趋势 这就是明清土地的一个很有 就是说 特点的 就是说它国有土地还挺多的 但是后来也都私有化了 这个我要讲一下 这个历史上追溯一下 这种情况 国有土地呢 在古代很多朝代都是有很多的 什么时候国有土地最少 宋代 宋代就是那个经济上 就是比较自由一点 就是自由经济的一种 反正就是国家对这种民间的那种 经济活动的干预啊 包括这样子 就是好像相对较少 但是后来元朝来了以后呢 又加上 反正那种国有化又加强了 所以明朝是继承元朝的 清朝也继承了一些明朝 但总在说的发展趋势呢 还是好像 不可能永远国有化 还是在往私有化那边转变 这就是这个旗地 就是国有土地 那么下面呢 就是说这个土地占有 这个就是那个私田 私田的话就是 其实私田倒没什么可讲的 因为这个就很简单 那就是私人战友互相买卖 买卖 买卖政府是完全承认的 但是呢 有一点 就是说要那个 去政府办手去交税 就是交这个地产交易税 如果不交 那就犯法了 那么你们这个交易的钱 政府可能就要没收一大部分 所以整个在明清时期 土地买卖非常频繁 这个就是说 因为在送以后就已经这样了 政府不管土地买卖了 管你是怎么买卖 第一 你得保证买卖完以后 你还得给政府存担付益 第二个是保证买卖了之后 得去政府交税 交这个交易税 不交交易税是不行的 我们现在看这样一份契约 这是明清的一个 清代的一个契约的实物 契约就是这样的 它会有一个很详细的说明 谁把土地卖给谁 土地呢 从哪到哪 原来呢 要交多少付税 这都得说清楚 然后呢 注意一下 它后面贴这么一个东西 叫契约 这个契约就是他们签了契约以后呢 到官府办手续 交了手续费 官府给他撕一张纸贴在后面 表示官府承认这次交易合法 只有贴上这个契约 这个契约才算是比较完整的 就是能 就是那个 有法律效力的 将来打官司 拿这个去打官司 政府是认的 你要是私下交易 偷偷的签了协议 然后呢 说土地转移给谁 没有贴这个契约 没有去交税 将来政府是不认的 就是这个土地买卖 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关于土地买卖 包括这些租电 什么土地 所有转移的问题 我们举一个例子 就是清朝后期 有一个人叫李条元 这个人是个四川人 他有篇文章叫麦田说 麦田说呢 他就是讲的是四川的情况 这个文章吧 倒是挺有意思 他讲的 他里面讲了很多问题 一个是土地的那种分散经营 还有土地的买卖 还有这种这种 这种农民和电农的 那个生活的差别 还有什么那个 民间的富裕的那种情况 等等 有好多问题 包括那种 这个社会上的这种 大家庭的分家的情况等等 但这篇文章是这样 他的一个写作的宗旨 是为了教导人好好学习 说你好 只要你好好学习 你将来考上科举 你就不会受这些很多困扰 你要是一般老百姓 你将来你就是有一块土地 你经营起来 你也很费劲 将来说不定还得把土地给卖了 他好像主要是讲这么一个意思 所以也许有点夸张 我不太肯定 他这个是不是特别普遍 但是这个文章有点意思 他讲什么呢 他就讲在四川 有很多人把自己的土地卖掉 他是有土地的 他把土地卖掉 然后用这笔卖土地的钱 用来做押金 去抵押另外一个地主的土地 来租店 就说明明我是一个地主 我就说我是土地的主人 我有一块土地 我不要了 我然后把土地卖了的钱拿去 再做押金 再租一块土地来 这是怎么考虑的 他就写这个问题 他说他有一个电农 电户就是这样的人 他就问他 你为什么要来种土地 那个人就说了 说我们家本来土地很多 但是我们家大家挺早分家 分着分着就没了 分着没了以后 说我们最后也就是这一点土地 比方说只剩十亩土地了 这就不够了 十亩土地整个产量 什么生产的东西 然后反正就是说 工业我们生活 包括要交各种负税 压力很大 而且他就说 国家的负税就不说了 主要就是地方官府的 这些临时性的抓差和摊派 他说这个实在是特别烦人 我就这家土地根本吃不消 所以我干脆不要这土地了 不要怎么办呢 说我把这土地卖掉以后 用卖土地的钱 我可以来做压金 来租种土地 所以在这要讲一下 大家就知道 这个当租电制 当电农也不是好当的 电农你也得有点钱 比方说你要租一个地主土地 你要给人交压金了 就好像现在我们租房子的时候 有的时候也是要交压金一样 或者预付多少个月的租金 就是他会 你得先掏出一笔钱来 那么在古代也这样 你租种一个地主土地 你得给他交一大笔压金 这笔压金太穷的人也拿不出来 他的土地呢 总共十亩土地 这笔十亩土地卖了以后呢 拿这个卖的钱 可以压一百亩土地来种 这样他的土地就比较多了 他可以当然这个工业受的 他会受主人剥削很重 他觉得也值 反正这个土地呢 他种着 再搞点那个什么经营副业 他觉得这样生活比较还好 就说作为一个电农 你说到的那个剥削是很重的 一般是剥削率一半吧 怎么也得 但是呢 说他原来土地很少 他把土地卖了以后呢 这笔钱他可以用来抵押 租种一块大土地 大土地好好种的话呢 他这个收入以后呢 哪怕交一半给主人 他还能够 那一半也还是不少 而且他一旦成为电农 他没有财产了 朝廷的富翼 官府的各种瘫痪 就不会来找他 这样的话 他就少了很多麻烦 所以他觉得这样非常合算 他讲了半天那个以后呢 这个主人说 有这样的好处 他说 那我也把我土地卖了得了 我也去 他说 这个对方就说 你不用卖 因为你是官 你是官的话呢 就有很多特权保护你 你不会受到那些困扰和麻烦 你就把你的土地 征程交付税 官府的一些杂派 贪派 不会派你头上的 你没事 你就不用卖了 可是呢 你必须得保证 所记者 事实子孙 读书有官儿 若一日无官 诚恐义 我被等也 说你要多了官儿 你就不行了 最后呢 他就跟他儿子说 你看看 还赶快好好学习吧 不学习的话 将来土地什么的 就是也就是说 你看他的一个情况 就他整个这文章 是教小孩学习的 但是他也建设的 反映了一些 那个农村的那种 土地经验的情况 这个文章还有点意思 这就是土地占有 那么现在 刚才已经讲到这个租电了 那么我们下面就接着讲租电子 租电子就是 应该说在明清时期 就是比较普遍的 这种剥削关系 就是土地占有 肯定不平均 有的人土地特别多 多的土地怎么办呢 他都是出租的 反正就是说 你看那个店户 受的各种额外剥削 特别多了 他一个是要交押金 押金是将来要退给他的 那么他有的时候 还为了保证他的租动权 还要交礼金 就等于是送礼 这是不退的 要很多 比方说他要交东升 额外交一些什么 养的鸡鸭 大什么的 这都是白送的 地主会怎么整他呢 会怎么不整 预收地主 明明不到期 他不要来收 大斗大乘 收的时候 搞个那种 就是在杜兰坡上作弊 斗角弧面 就可以 他明明是一斗 是一瓶的 他不要给你堆的高高的 就占这点便宜 然后送猪上门 然后要求你 他不来取 他要求你送过钱 就入费你出 对质量百般挑贴 甘元豪股 要求量质量高 还有什么过期加期 如果不能按期交纳地 他就要收你利息 反正他有好多办法来剥削你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 电脑是比较弱势地位的 受的剥削是很重的 的确是这样 这个资料也非常多 就是说富人怎么剥削穷人 不仅签了个契约 但是他实际上的剥削的程度 要超出契约之外 这是非常普遍的一个现象 但是也有另外一种情况 过去我们讲 阶级毛病阶级关系 专门讲这方面的情况 讲的很多 这个的确是个主流 但是也不排除 有个别情况下 有另外一种情况 就是有的时候 感觉到是电户在欺负地主 这种情况可能比较少 但是也有一个是在 在农民起义之后 或者在大乱之后 有的地方土地很多 但劳动力不足 在这种情况下 很多人虽然有土地 但是没有劳动力 他得求这个电户 你到我这来吧 给我干活 然后就得给一些优惠 什么的 送一些什么礼物 包括给请客吃饭 这样的 就是得求他 有这种情况 这是这种情况 还有这个情况 是有些地方 跟风俗有关 有些地方的电龙比较抱团 他就团结起来 抗助 就是不让他那么剥削那么多 然后就是说 虽然有契约 但是我就不交 而且这种事是一个人干不成的 必须得好多人联合起来 发布 就说最后 反正我说你土地这么多 你说我们这个标准太高了 反正契约就定的太高了 我们需要降 反正你要不降 反正我们是不交 你看着办吧 就说我最多给你交百分之五 是百分之七十 就是这样的一种集体的抗租性的 这个在后来在特别的清代 也有不少地方有这样的资料 那么这个 而且是据说是 如果有人愿意交租的 反而会受到大家的攻击 群殴 就是因为这种事 就是说要不交都不交 你要有 就是中间有两个人交了 他就把这个团队给破坏了 就是这个 反正就是 这社会都是很复杂的 什么情况都有 主流是这种剥削 但是另外一种情况也有 这就是剥租电制 那么总的来说 我们得说 就是说在明清两朝 特别到了清朝 这种租电制上 附加的这种剥削关系 和依附关系 在减弱 这里面有两个表现 就是一个是定额租 就是说租电制 把土地租给这个电户 怎么剥削它 怎么跟它收地租 就是古代就是两种方式 一个叫分成租 一个定额租 分成租就是说 按比例 百分之几十 是百分之五十 百分之六十 百分之四十 都不一定 就是说 这个总数不固定 按比例 你收的比较是多 你就给我多 收的少就给我少 这种分成租呢 就要求地主 就得对这个电户管得严 就得盯得紧 因为什么呢 因为你收多少 跟我的收益 是有关的 你要跟他偷来 你说他打的粮食少了 那我的剥削也少了 所以我肯定不能同理 但是定额租就不同 定额租的话 就是咱清协议 你每年交给我多少粮食 比方说 那个一旦 还是那个五斗 不管怎么着 就说 这数字是定的 管你打多少粮食 你打的高 打的低 我这份钱不能少 这样的话我就不管了 你爱怎么做 怎么嘟腾 你愿意怎么经营 你愿意种什么粮食 随便 你愿意 或者拿这个土地 再转手交给别人 这我都不管 所以定额租 会保证农民的自由度 电脑自由度 会高很多的 因为地主 就不管它了 如果定额 如果是分层住 地主就牢要来管 所以定额租 是比较自由化的 那么这个东西 在明清就比较多 而且越来越多 第二个是永电权 有个地方的电农 它有永电权 永电权的意思就是说 这个土地 它会永远种下去 它世代相传 主人 虽然说 所有权是主人的 但主人已经 原则上 主人不能收回了 那么这个电农 把这个土地 传给子孙 或者转手 再转电给别人 都可以 主人不能管 这个就是说 土地所有权分离的 比较彻底了 就是所有权 使用权分得很彻底 那么这哪来的永电权呢 永电权一般来说 都是在一些 可能最初是一些荒地 那么这个土地或者说因为战乱 它好像就荒屋了 荒屋以后 地主把这个土地出租 让一个农民来种 这个农民 种这块土地 投入了工本很大 就是就是那个 因为把那个荒地 给它整熟了 对的气质很大 对的气质很大呢 作为一种补偿吧 地主就说 那你费这么大 这些土地可以送出来 土地你就永远种 我不会收回的 大概就是有这样一种情况吧 反正好多地方 就是这种 这个 那个 由于它投入比较多的 这种开荒 所以就可能会 享有了永电权 那么永电权的情况之下呢 那这个农民对这个土地 也是比较 自由度很高的处理起来 它的生产 它愿意怎么弄怎么弄 它愿意转手再出租都可以 所以它中间 可能会出现 好几层的剥削关系 所以这两种东西呢 都代表一种 租电制的自由化的趋势 那么这个 另外这两种东西呢 也和什么有关系呢 和那个明清的 特别到了清家的 那种城市发展有关 好多地主呢 地主土地很多 但都在农村 可是现在地主呢 不愿意在农村待着 它愿意进城住 城里面住得比较舒服 如果这地主一进城啊 这土地它就管不了了 它不能天天去盯了 不能去那个什么 什么那个那个独土生产 也不能干预农民的经营 所以它是最好 它采取这种办法 定额租 管你是谁 就是怎么中 你反正我这份钱不能少 其次呢 愿意用电钱就也可以 反正只要保证 我的收入就是那个 这个租金 你得交给我 你爱怎么弄 我不管了 所以这两种东西 在明清后来发展比较大 这是当时自由化的一种表现了 就是经济上的这种 电容的那种自由程度提高了 这种自由化的一种表现了 这种自由化的一种表现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